應該很多烏克蘭人不知道台灣 很多 但是現在我覺得知道 因為現在在烏克蘭很多新聞就是台灣幫忙烏克蘭 所以現在很多我以前的同學以前的朋友給我說謝謝 因為他們就知道了這個國家 為什麼也讓台灣人聽一聽 為什麼這一次烏克蘭人他們你們會反抗得這麼激烈 因為我們覺得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沒有去你的國家打你 你幹嘛來這邊還是要跟我們說要做什麼 但是俄羅斯人他們認為他們比我們大 人比我們多他們就可以來打我們 但是烏克蘭人完全不怕 連阿媽他們就拿了刀 只說我去殺俄羅斯人 烏克蘭跟俄羅斯很像台灣跟中國 我覺得就是要看 我覺得當然有一樣的部分 比方說你們也是講一樣的語言 是 你們也是嗎 我們也是我們也是講俄羅斯文跟他們一樣 所以就是 某一個部分很像 然後他們也是跟我們說 我們是他的一部分 對我們是好朋友 然後也是說我們要統一 對也是動不動就是說 要打我們 他們講了七十年了 你了解現在國內現在你們國內現在到了什麼樣的地點 俄羅斯人已經開始殺一般人 以前他們只會跟兩個國家的軍隊打架 但是現在他們就直接看到你就殺你 台灣應該很多烏克蘭人不知道 台灣壓 很多 很多 但是現在我覺得知道 因為現在在烏克蘭很多新聞就是台灣幫忙烏克蘭 所以現在很多我以前的同學以前的朋友給我說謝謝 因為他們知道我住在亞洲 但是他們比較沒有概念 但是現在他們看到了台灣對烏克蘭那麼好 他們就來說謝謝 因為他們就知道了這個國家 現在台灣已經對烏克蘭做了六億 六億元的捐贈 我覺得大家真的超級好 台灣人就是這樣 對啊我今天去捐東西在台灣的外交部 然後我排隊了 因為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帶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我看了這些東西我覺得要哭 我覺得這是我的國家 完全沒辦法想像 大家有那麼大的心就去捐東西 台灣人真的是也謝謝 對謝謝大家 也謝謝你們各位有能力的人 可以多捐 因為畢竟他們現在每一天我們都可以看到 網路上的新聞 每一天都有人在死亡 那針對於全世界都蠻支持你們的 對我覺得謝謝大家 真的現在大家都在支持我們 那你的家人還在烏克蘭嗎 他們在 這個戰爭一開始我的妹妹她是在肌腹 肌腹 那邊最 最危險 她沒辦法離開 不行 然後我的媽媽跟爸爸還是在南部 那邊那個時候比較安全 然後在我的妹妹家 他們把機場 炸 怎麼說 炸毀了 這樣說嗎 然後我妹妹很怕她就要離開 在烏克蘭你可以坐火車 一天兩次 但是如果你有小孩 還是你懷孕你可以坐 一般人就不行 然後妹妹去坐火車 他們就不讓她上 妹妹可是哭 她說我懷孕 你們讓我坐 其實她沒有 她就這樣假裝 他們就讓她坐火車 她就離開了肌腹 她現在去一個城市比較靠近波蘭 但是還是烏克蘭 媽媽跟爸爸現在在最危險的地方 他們現在沒有電 沒有睡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俄羅斯人就 沒辦法讓烏克蘭人進去這個城市 他們在關機他們已經 聯絡不到 聯絡不到 但是我的妹妹 她找到了一個他們的鄰居 然後鄰居去看爸爸媽媽家 他們說沒事就沒有電而已 所以他們沒辦法聯絡到我們 但是應該會好 我覺得應該會好 現在這個戰爭不知道 你認為還要打多久 我覺得最少半年 為什麼 也讓台灣人聽一聽 為什麼這一次烏克蘭人 你們會反抗得這麼激烈 因為我們覺得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沒有去你的國家打你 你幹嘛來這邊 還是要跟我們說要做什麼 我們很支持就是有自己的選擇 我們想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沒有人跟我們說 你不行還是你不能 但是俄羅斯人他們認為他們比我們大 人比我們多 他們就可以來打我們 但是烏克蘭人完全不怕 連阿媽他們就拿了刀子說 我去殺俄羅斯人 他們就不怕 阿媽 公恩 小孩 他們就要去抓俄羅斯人 我會看到你 你覺得很喜歡 你很喜歡 你會不會